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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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第一點 它比HERRICH還少 蛤 這麼貴 真的 假的 真的啊 有這麼強 它這個乍看之下 好像我們吃的 比如說雞腳凍裡面 那種油脂感 我看到好多小孩 應該很多親子的人 會來把這裡 當成是一個祕境 是的 這邊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三年前它是一片坟墓 是的 它本來是一片坟墓 是祖先住的地方 好妙喔 這是什麼菇 這個它叫白雪 可是它又叫雞肉菇 因為它吃起來 跟雞胸肉一模一樣的口感 它又叫牛排菇 它其實的原因是因為 它煎起來會有牛排的香氣 那你的意思就是說 我用杏鮑菇的方法 把它下去油炸 它就變成炸牛排了 對 桃園擁有豐富的 客家文化與自然風景 來到桃園 你可以上山看神木 也可以到漁港吹海風 而台灣第一的 要讓你玩得跟別人不一樣 最新最夯的拍照勝利 不但人氣第一 還有獎項肯定 不論是情侶約會 親子郊遊 或是一個人的打卡祕境 通通一次搞定 準備好相機 一起拜訪祕境桃花園 台灣四面環海 台灣的漁港有這麼的多 今天我們在的地方是永安漁港 為什麼永安漁港特別你知道嗎 因為它是台灣唯一的客家漁港 你要在這邊 吹海風 吃海鮮 絕對不是問題 但永安漁港還有什麼特別的呢 它有海螺 我們今天就來海螺三部群 一個呢 是 看海螺 聽海螺 吃海螺 我們來去看看 永安漁港 台灣客家族群 大多為散步於中央山脈的山客 若是靠海的海客 則以桃園市新屋區的 永安漁港周邊為最大宗 永安居民以客家人為主 也是全台唯一的客家漁港 來到漁港 當然要吃海鮮 海螺三部群 從吃開始 來到永安漁港 以往大家第一件事情是找什麼 海鮮 新鮮活跳跳 讓你看它到底會不會跳 波士頓龍蝦海綿寶寶寶寶 SIT DOWN PLEASE 不要亂玩 玩到到時候我手都不見了 波士頓龍蝦 還有什麼 台灣牛陪了 你有沒有聽過龍蝦會叫 你知道龍蝦其實是會叫的喔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其實是靠它這個旁邊 摩擦的時候在叫的 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 它其實... 有沒有聽到 龍蝦活跳跳 還有什麼 沙公跟沙母耶 來... 猜猜看這沙母啦 好大一隻喔 你知道看旁邊 肥不肥在看旁邊 看旁邊這邊 有肉嗎 看這隻 好嗎 還有什麼... 紅蝦... 紅蝦我們來看看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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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比較漂亮 對... 漂亮喔 手掛紅蝦給你看看 對 紅蝦 紅蝦有沒有 誰說紅蝦這隻 你竟然有紅蝦 你有紅蝦嗎 有紅蝦就有紅蝦嗎 這個... 紅蝦... 有紅... 老闆你好 你好... 其實我們在... 我進來跟你聊天好了 來... 老闆... 問一下喔 你在這個永安漁港 賣海鮮多久 從這個市場開幕到現在 就做到現在 市場開幕 這個市場... 永安漁港到底有多久了 這是什麼 這一棟樓 從... 蓋好到現在 94年到現在 94年 94年 那在以往... 在更之前呢 在更之前就是... 就類似那種... 路邊攤 路邊攤 對... 大家就真的是... 搬魚貨 或者是你今天想說 找最新鮮 最好吃的 車載來 然後就找... 從事的老闆 然後買一些海鮮 旁邊也可以幫你煮吧 對... 對... 聽聽海風 吹吹海風 看看海 算是... 滿傳統的漁村型態 滿傳統漁村型態 而且這邊... 您是客家人嗎 對啊... 你看永安漁港 就是唯一的客家漁港 這邊絕大部分都是客家人 欸...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 對... 很香... 硬頸 對不對 如果這個蝦冰蟹醬 還不能滿足... 雕嘴的你 每逢假日... 現場還有刺激的海鮮叫賣活動 更多更便宜的深蒙海鮮 等著你來帶回家 觀光漁市裡 除了有鮮魚區 一旁的乾貨區 也提供琳琅滿目的海鮮再製品 在鮮魚區逛了這麼久 有樣東西還沒介紹 那怎麼可以呢 來到一個專業賣海鮮的漁港 就是有這個優勢 你知道是什麼優勢嗎 它一目了然 全部寫得清清楚楚 連冬季限定的 這真的你會這樣寫耶 一般我們去吃鮮魚片沒有人寫啊 那就是... 只是告訴我到鮮魚片 然後... 你就貼一盤出來 是這樣對不對 對啊 那... 來我們這邊買的 它會跟你指定嗎 會啊 也會用指定的方式 對... 有些我們熟客就是這個白鯨魚 它量比較少 對... 量... 量比較少 它好吃嗎 好吃啊 真的喔 蛤...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有這麼強 真的啊 蜘蛛人拿錢來 呵呵 來...來一份來一份 來一份來一份 先吃個白鯨魚好不好 可以啊 我先切一塊給你吃 還可以試吃 對啊 永安漁港 真是開心耶 哇賽 幫你放上來 好好好 一小片就好 對 那你還喜歡吃什麼 白鯨魚 好好好 Oh My God 對 這麼強 這麼多 有油花 你看那個一絲一絲都是油花 油脂的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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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有拿起來看 還真的不知道 你看 哇賽 它這個乍看之下 好像我們吃的 比如說雞腳凍裡面 那種油脂感 對啊... 它是凍耶 它不是... 它是魚凍的概念耶 你懂那個意思嗎 魚凍... 凍... 你可以幫我拉口罩嗎 你可以幹嘛 謝謝 好吃耶 好吃耶 欸 所以 問一下... 白鯨魚啊 這生魚片這樣子 它價錢 算是高單價的吧 在... 平價的魚種中 算高單價的 平價的魚種中 算高單價的 但是比黑鮪魚便宜很多 那我就放心了 對... 那麻煩給我們 一、二、三、四、五 五片就好 沒問題 一、二、三、四、五 那切個... 三分之一斤就好 沒關係 產季短 卻不能錯過的白鯨魚 不同於黑鮪魚是紅肉 白鯨魚吃起來不但香氣十足 而且味道清新 既然來到產地 生魚片當然要吃好吃滿 各式生鮮擺在桌上 價格一目了然 最棒的是 可以外帶去熟食區現吃喔 來到永安漁港要做什麼 對不對 總不能只是來吃吃喝喝 欸 吃吃生魚片 買新鮮的魚貨 我們要辦正事了 我們這次要找什麼 海螺三部曲 對不對 有 這邊有的 來... 老闆 今天有正事 我要來永安漁港 找這個叫海螺三部曲 椒鹽鳳螺 胡椒鳳螺來一份 呵呵 還是吃 鳳螺 什麼是螺 這就叫螺喔 來永安漁港呢 就是要看海螺 聽海螺 然後吃海螺 OK 目標達成了 對嗎 吃到海螺了 我們士兵應該來去 看看 聽聽的 但這桌菜實在是 不能浪費 不好意思了齁 那你們再等一下 好 出發 好 哇 永安漁港 海螺 海螺文化館 欸 海螺耶 它到底... 它應該從哪一個角度 我看到好多小孩 是 應該很多親子的人 會來把這裡當成是一個秘境 是的 這間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三年前它是一片坟墓 是的 它本來是一片坟墓 先住的地方 台灣第一店 海螺文化館 欸 海螺耶 它到底... 它應該從哪一個角度看 它在那邊有那個嗎 就是 就捲起來 海螺不是有一個捲起來的那種 然後這應該就是海螺裡面 然後 然後 螺應該就是在這裡面 螺 就真的就躲在裡面 雷仔肉在裡面 呵呵呵 是這個意思嗎 對啊 欸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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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螺文化館 這是我們事務所設計的 喔 OK 海螺文化體驗園區 喔 OK 它是為了這個 新屋這邊的 有一個海洋客家文化 去打造的一個文化館 那同時它也兼具這邊 算是一個 遊客的一個中心 那裡面呈現了很多 海洋客家文化的元素 海洋客家文化是 是怎麼講 海洋文化 我知道是海洋文化 海洋文化 那海洋客家文化 它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文化 永安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全台灣唯一的 海洋客家的漁港 對 那從古至今呢 他們有一個文化就是這個 千古的文化 砍鉤 對砍鉤嘛 你知道 砍鉤的時候 他們做這個儀式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 吹海螺的一個儀式 吹海螺的儀式 OK 對 那我們的靈感呢 我們的設計發想 就是來自於這個 海螺的這個外型 喔 對 它是取之於那個 他們當作在吹的是一種 長長形的那個海螺 對 是不是 是那一種 是 就是那個 對 沒錯 的那個 喔 是取之於這個靈感 嗯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 海螺文化 今年三月全新開幕的 海螺文化體驗園區 位於永安觀光漁市場旁 結合了客家漁業特色 以海螺曲線意象 整合各面向環境 機能與結構行為的海螺造型 作為建築物外觀設計的靈感來源 看完了仙氣破表的海螺 但海螺的聲音要去哪聽呢 這個是拿來給大家聽的 是嗎 當初在設計這個場館的時候 其實是有想要用這個 海螺 吹海螺的聲音 對 去做一個 算是公共藝術 那後來林順榮老師 就設計了這一個公共藝術 它是聲音遞解 OK 那風吹來的時候 它是會發出聲音的 它風吹來會有什麼聲音 像你有看到這些鋼管 玻璃罐 對 那如果風比較大一點的時候 它就是會 會去敲擊那個聲音出來 對 它上面如果在鑽 是會鑽的吧 風大的時候會 它會鑽 然後鑽起來會敲擊到下面這些管 其實它的聲音作動 不是在上面的這個 去敲擊它下面 對 而是它裡面有內建的裝置 對 很酷喔 所以要風大的時候才會有 對 其實這裡常常都是會有 大風的時候 大風的時候 哇 我們今天沒有風耶 今天剛好就是沒有風 沒聽到 所以沒辦法聽到聲音 反正它現在就是一個地標 永安漁港的一個地標 我們就是有機會的時候 就來走一走 如果風越大 你就想說 來 就有聲音聽了 好嗎 沒錯 由九層風靈館組成的地景藝術 以海螺的聲音為發響 在風中發出清脆聲響 象徵客家鮮明與海國鬥的精神 漫步在園區 從各個角度都能欣賞到的海景 祕境桃花源第一站 最新鮮的永安海螺三部曲 滿足口腹之餘 還附贈超美的海景和夜景 下一站要去哪裡呢 你們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我們今天本來不是說要幫大家介紹一個 桃園的新秘境 但這邊 是秘境 是很漂亮 是很漂亮 它是個公園 我們找一個知道的人來聊聊天好了 誰 誰 哈囉 天姐妳好 妳好 嗨妳好 這邊為什麼會被 怎麼 我看到好多小孩 應該很多親子的人 會來把這裡當成是一個秘境 是的 這邊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這邊是一個特別的地方 嗯 三年前它是一片坟墓 是的 它本來是一片坟墓 是祖先住的地方 當然 是的 遠遠還有看到一個 等一下我們走到上面就可以看到 還有一個祖先在上面 喔 好酷喔 是的 然後呢 後來都市計畫變更成公園了 喔 公園 然後呢 市政府就把坟墓給牽走了 然後呢 我們市長就給我們出了一個題目 嗯 說這個公園用地你們要做梯田 喔 是 我就問市長 為什麼要做梯田 嗯 市長說這邊的老公告訴他 七八十年前這邊都是山坡地 而且都是祖先們在耕種的梯田 梯田 是的 難怪我們剛剛從一路從下面 這樣走上來 它其實都是一路上坡 一直上來到上面 是的 所以它的梯田是 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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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樣子 是的 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背後這一片 其實是桃園的虎頭山系 虎頭山 對 然後你看下面是不是一群住宅 都是人 以前也都是人 只是都是平房 所以以前的祖先們要生活 就是在這邊開墾 把這個山坡做成一階一階的梯田 然後種稻子啊 就可以吃 好難想像以前 在更早以前 它其實是一個梯田 然後到了 在往近代靠一點的時候 它是個墓園 是的 然後墓園現在因為都市計畫成功之後 它現在變成一個公園 是的 然後變成一個都市計畫的公園存在這邊 是的 然後 它是網美打卡的景點 當然 大家會帶小朋友親自來這邊 是的 會很多 這邊有什麼特色 這邊特色 當初是怎麼建造起來的 這些一層一層 當初要建造起來 第一件事情 我們先去尋找我們的古地圖 先看看當時的梯田分布在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找出來之後就開始去做整理 OK 然後以不破壞生態以及地形改變最少的方式去做 土方就就地平衡 對 然後把一層一層的階梯整出來以後 我們最重要是水 梯田 人家種田是比較有水 一定要有水 我們水從哪來 我們就是導論釣場 那個山上 我們在往前的地方有一個溪溝 那個溪溝就是把山上下雨所產生的水 都集中到溪溝 然後就往下沖 然後下面就會淹水 所以我們這一次就把那個溪溝 會造成下游淹水的水 全部都收集起來 放在前面的人行道下面 所以我們前面大家看到那一 一直等段的人道下面是一個很大的制洪池 制洪池 是的 所以把山上的雨水收集在制洪池 然後打到上面 它就會 因為我們有耕作稻田的時候 就會一層一層的水 就會流下來 是的 好厲害喔 其實你如果要把一片地重新整平 它稍微是容易一點 但是你要適地的來做一些改變 好像還需要一些巧思的 真的 這個施工過程不容易 沒有太多的混凝土構造 那樣 這樣的思維跟這樣的創意 其實真的蠻厲害 也讓現在都市的小孩 我相信很多小孩 可能沒有探過體驗 或是根本不知道說 灌溉怎麼來 水怎麼來 米怎麼種 稻怎麼種 他們不會知道 甚至制洪池 這三個字對他們來說 應該都是陌生的 反正來到這邊來走一走 你還可以了解到 水怎麼來的 制洪池怎麼來的 以前怎麼灌溉的 來這邊走一走 你還有一些故事給你 我們繼續走走 好 走吧 利用逐漸荒廢的水梯田 改造富裕而成的大有梯田生態公園 2020年7月開幕 也是全台首座的梯田公園 開幕時更呼應公園主題 推出了親子擦陽體驗 透過接觸土壤 感受人與大地的關係 在水泥叢林中 植入生命與感情 除了特色梯田 聽說接下來的地方 小朋友會玩到不想回家 這邊問一下 這個滑水是什麼 是你設計的 我們用設計團隊 他們一起設計 怎麼會想到 在公園裡面 有一個這樣的設施 因為一般我去到的 我去的公園其實也不算少的 在台灣 但是很少有一個公園 會願意有 人員在這邊管控 然後幫小朋友 讓他做這個滑鎖下去 對 因為我們比較想要做的是 一些比較跟其他公園不一樣的東西 對 那像其他公園它有類似的滑鎖 可能它是用鋼纜做的 對 那它就是 當過去 然後自己再丟 自己拉回來 這樣子的用意是 我們看了很多種的樣子 所以我們想要把它改變一下形態 讓它能夠 更 就是讓小朋友能夠跟家人互動 所以 有時候爸爸媽媽會帶小孩子一起坐 一起踩 OK 那現在我有看到有一個人 他要先踩 對 他要把那個 坐的那個 那個感覺 跟坐的 坐的椅子 踩回來 對 他想辦法先踩回來 然後他自己才有辦法再坐 對 然後他坐下去了以後 他如果還想要再坐 他就要再回來 再回來一次 所以也就是說 第一個人在玩的那個人 他是最爽的 對 因為他不用先踩 對 他可以先下去 但是回來的以後就一樣了 你要 你要幫 再踩的人會有一個想法是 我要 幫別人把東西踩回來 對 然後我坐 然後後面的人會再幫別人 把東西踩回來 對 我覺得這是一種很互助的模式 就是 有一種你可能要先辛苦 你也可以享受 但是你的辛苦 好像又是 可以幫助別人很快樂 對 但你自己享受過你很快樂以後 你可能要再回來一次 你又可以再幫助別人 對 所以我覺得你們這個設計 其實滿厲害的 對 就是讓小孩子在 從小就能夠學習 互相幫助 互相合作 對 用身教大於眼教的模式 我覺得這個很好 像我那天跟我兒子在講的事情 因為小孩子普遍都會有一種是 喔 巴米你看 弟弟怎麼了 巴米你看 哥哥他那個很不好 什麼什麼 我那天就好好聽聽聽 我沒有想要聽你們誰很不好 麻煩你們來 只要告訴我 誰今天表現得很好 哪裡表現好 其實很少有小孩會願意這樣 但我覺得這個就有這樣的一個效果 可以傳達這樣的資訊就是 你要去先幫助別人 對 幫助人其實是可以分享的 沒錯 而且去看別人好的地方 不要去看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也是在 因為自己有小孩 就開始越來越喜歡 像這樣的 應該可以算是共融共流 對 對不對 其實這樣的地方真的滿好的 今天他們是戶外教學 對 哇好酷喔 好多人喔 看來我這個排隊要排很久 所以還是讓給小孩玩就好了 大小孩不要下去搶 每次我在那邊玩的時候 他說 這麼大人 有人來玩這個 你是要玩什麼 但是我也很想玩啊 好妙喔 這是什麼菇 這個它叫白雪 可是它叫雞肉菇 因為它吃起來 跟雞胸肉一模一樣的口感 它又叫牛排菇 它其實的原因是因為 它煎起來會有牛排的香氣 那妳的意思就是說 我用杏鮑菇的方法 把它下去油炸 它就變成炸牛排了 對 台灣第一點 很高興 我們來玩這個 你是要玩什麼 但是我也很想玩啊 不是這個不是說我幫 我很願意幫忙採 但是要教小孩子 自己要知道 你要自己先付出 你才可以享受 好嗎 也有一種別人種樹 你在乘涼 但是你還要回頭再種樹喔 因為你要讓別人也可以乘涼 OK 公園不再只是小朋友玩樂的專利啦 全台首座的壯林鋼鬼滑鎖 大朋友也可以安心坐 開心玩 公園有梯田還不夠酷 就連遊客中心也打造成披薩屋 除了現點現烤的義式手工披薩 還有親子DIY教學活動 讓你來公園也有美食可以野餐 我們現在站在這個地方呢 其實滿大一片的 然後你看身後 綠意盎然 然後被整個建築物圍繞 聽說這邊跟書法有關 書法 站在這樣的地方 跟書法有關 到底是誰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把這裡想成跟書法有關呢 我們來問一下設計師好不好 設計師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設計師你好你好你好 我是小洞 請問一下喔 這一邊到底要從哪一個角度看 它會感覺上像書法 是寫出來的書法 還是像脫墨的書法 還是什麼樣的 其實大家都會懷疑 會好奇 其實來這邊 第一眼其實是看不太到書法的 就很像一個藝術公園的感覺 對 其實好像不會馬上就有書法的話 但是大家會充滿好奇 因為它看起來很神秘 OK 所以它的書法的概念是 如果說桃園是千皮之香 所以它有很多的皮糖 那這個皮糖也是自然的一個皮糖 原來就在這裡 對原來就在這裡 它原來就在這邊 所以這個皮糖你把它設計成是一個什麼 其實滿大一點 對 其實它一開始原來就在這邊 那因為桃園這樣的皮糖非常多 對 那只有現在這個皮糖是 真的是被整個城市所環繞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呢 其實並不顯眼 那有很多的榕樹 那我們都這樣榕樹保存 那所以既有的地景保存之後呢 也因為我們這樣的美術館 在公園中 這樣的一個自在的開放之後 其實民眾才發現 原來我們這邊有這麼大的 漂亮的一個皮糖 所以它很像是之後被挖掘出來的 但是它已經存在很久了 所以你原來是把它設計成一個燕台嗎 像燕台嗎 對 其實它就像一個大的水燕 水燕 一個平台上面的一個承放的水燕 嗯 我們建築物是希望說 有點比較生活感 比較地景感 OK 就是讓它 第一眼一看的時候 很像就是它自然而然存在 很像就在這邊這樣子 然後跟這個水燕石整個石相融的 所以很多人來的時候覺得 算是一個比較深一點的 看起來很像 很像那個燕石 很像那種石塊狀 很快一塊的 那這樣子放在水燕旁邊 這樣其實兩個搭配起來 很像就是 微染一體的感覺 OK 那像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設計概念的話 你大概花了多久的時間 去想到說 OK我要這樣做 把這個圖怎麼畫出來 確實其實 從一開始到現在 中間大概就 八九五百萬以上 嗯嗯嗯 不斷地在捉摸 像是打掉再重練 再重練這樣 練了很久 所以 練到最後有五顆 現在所謂的五方轉運 就是五顆這樣的驗石 其實五顆真的比一顆難 這個設計 因為它的像路太多 所以光是有點像在擺 像下棋一樣 在擺一聲 對 摩了大概快公司怎麼擺 對 快要兩個月 對 好啊那我們就來去走一走 來去看看 這邊的洞天是怎麼樣 等一天 才藝十足的恆山書法藝術館 是全台首座由官方經營的書藝主題館 以公園基地為燕台 皮塘為墨池 舞動主體建築群為五方轉運 而種植在周邊的狼尾草 則秉一為毛筆來規劃 2017年動工 2021年10月開幕 肩負著推動台灣書法藝術保存 研究發展推廣的使命 對 哇賽 好像有種開大門的感覺 對 其實這每一片都是能開的是不是 在場館只要看到有 像下面有一個卡順 是可以都可以推的 正確 非常正確 沒有其實因為一般人他不會這樣推 一般人基本上都是走到這邊 然後看一看覺得身材好像過不去 他就往旁邊走 他如果 欸 會變這樣子 哈哈哈 也是有對不對 對對對 民眾是直接體驗這個側身穿過的感覺 喔 我發現你有很多的這種淺淺的水池 裡面有放了很多的亂石 這淺淺的水池 而且我看到好多人都是這樣在拍場 就拍對面 就像那個 有沒有 天空之鏡的 他都很酷的耶 設計出一個其實老少賢儀的作品 你自己應該很開心 對 就是自己也覺得蠻驚訝的 因為原本以為說就是書法文青 書法請文青會來 但是後來發現其實是網紅會 喔 第一波探索發掘出來的是網紅的網派 我發現很多青年喔 特別他們來這邊尋找一些自由 喔 所以特別因為最近也常上IG來看一些 那IG每天更新就很多人 來這邊找到自己想要的事情 尋找自己想要的一個角落 然後發現除了書法 還有書法跟生活 那因為這邊也滿生活感 這裡非常生活感 所以就覺得不再遙遠了 這種美學不遙遠 就在自己身上 OK 來了就奇怪自己身體上 就自然而然散發了一種 藝術的氣氛 然後趕快拍照起來 然後IG上 欸那個寫出來的字白 突然變得很穩心 不知道為什麼 那就是進珠者是 進墨者黑了 原來你身體有這個元素 只是你沒有發現 你走進來到一個美的地方 突然間那個 這個想法就跳進來 你就思全文勇 就開始寫 寫些什麼東西呢 你自己懂就好 好不好 不用太在乎別人 只要不去影響到別人 什麼都好 好不好 書法藝術館 除了外觀 極具特色 館內的展覽也很有看頭 每兩個月更換不同的主題 讓民眾漫步在書末中 將書法藝術融入生活美學 建築美學吸引人潮 每個角落都是藝術 目前館內正在籌辦攝影針見 得獎作品將會被印製成 橫山書法藝術館的票券 橫山八景還缺四景 就等著大家來親自朝聖喔 來山裡跟我講有三針 正常有海味 對 妳好 嗨 張國好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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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製作單位跟我講說 要來找山針海味 而且就在這一邊 這裡是山裡耶 其實滿深的 這裡離海有多遠 非常的遠 妳養海水魚喔 哈哈 我不是養魚啦 真的嗎 你看到的都是菇啊 菇 對 菇 這裡有山針 不是有菇正常啊 啊 菇有很多種啊 是嗎 對啊 我等一下帶妳去看山針 山針 我們先找山針 等一下再來找海味 走 就這邊 這個是山針 山針 哇塞 來… 這山針啊 沒錯 但是這個 好妙喔 這什麼菇 如果硬要說它是海味 我告訴你它是什麼好不好 山菇 但是這裡面有一個 這有點海的味道 OEG啊 是烏魚子的味道耶 還是是有誰把鞋脫掉了 台灣第一點 這山針啊 沒錯 但是這個 好妙喔 這什麼菇 這個它叫白雪 白雪 對 可是它叫雞肉菇 什麼意思 雞肉 因為它吃起來跟雞胸肉 一模一樣的口感 最好是啊 真的 它我知道有 比如說有杏鮑菇 吃起來是比較扎實的口感 但是它也不可能吃起來像鮑魚啊 你懂我意思嗎 是 但是白雪吃起來像雞肉的口感 是 而且喔 這跟世上的那個 雪白菇跟白雞 是不一樣的品種 真的嗎 對 這是日本種 這算是太空包來種的話 它這一個太空包 可以有幾次的生長 基本上我們不是算吃 我們算計的 算計 對 而且它其實在冷的天氣的話 它一天長一次 一天長一次 對 所以現在可以吃嗎 當然可以吃 現在就可以吃 現在不行 等一下要煮 嚇我一下 現在可以吃 我本來想叫它吃 來 我們要吃 麻煩豆哥幫我們戴手套 好 對 因為我們這裡 全部都是有機種子啊 所以沒有辦法做一些重海防治 就只好請大家 我跟你講 我這雙手也超有機的好不好 我從 從現在跑外景以來 我碰的東西都是有機的 太好了 對啊 它手上長的菌 也都是有機的菌 好不好 我沒有碰過任何農藥 我在台灣只跑有機的地方 太好了 因為我覺得土地就像是銀行一樣 是 你如果把它破壞掉了 它就沒有了 就本金沒了 真的很棒耶 你知道理想跟我一樣耶 真的假的 真的喔 你這樣年輕人太少了 然後我叫你怎麼採 好 叫我採 好 基本上我們河頭 不是 白雪菇 這種太多菇種了 對 白雪 對 我們白雪菇 它只要認定它超過50塊硬幣大小 就是熟的 這個已經快有四個小朋友大小了吧 對 所以其實它是一個 蠻成熟的一個 這可以摘了 可以摘 然後摘的時候我們用這兩隻 然後抓住它的菇餅 然後往前抽就可以了 往前抽 對 就這樣子 往前抽 抽起來 對 這樣子 好像一個耳朵喔 有沒有 超像的耶 可以聞味道嗎 可以啊 而且它這一隻比較特別的是 它甜度很高 它沒有什麼 長相可愛 外型淘喜的白雪菇 是藍寶石菇白子化的品種 也是由無法人工栽培的 雞肉絲菇改良而成 菌肉肥厚 口感細緻 味道鮮美 除了含有多種 人體必須的胺基酸 多糖體 以及膳食纖維 更特別的是 它能提先賦予菜肴獨特的口感 來 東哥 我們再來找一個是 有牛...有肌肉一定要有牛肉 妳是... 妳是覺得我很好騙對不對 我認真啊 妳真的覺得我很好騙對不對 我跟妳講我臉看起來是很善良 但其實我不蠢啦 妳剛剛講牛排菇是什麼意思 牛排 來這邊請 這瞎會啦 這個... 我只能說它長得像比較... 嗯... 黑一點的杏鮑菇 其實要這樣講也對啦 它怎麼就是... 你知道啊... 我覺得就是... 妳剛剛講的這個白雪 它是用我們的雞肉吸溝 對 下去育種育出來的 對 妳這個牛排菇 該不會跟我講說 用杏鮑菇下去育種育出來的吧 其實它們兩個是同屬不同種 都是豪菇的品系 但是... 對 豪菇 OK 但是黑美人啊 它又叫牛排菇 它其實的原因是因為 它煎起來會有牛排的香氣 我真的覺得... 我是認真的 我真的覺得太不實際了 香菇就香菇 那妳的意思就是說 我用杏鮑菇的方法 把它下去油炸 它就變成炸牛排囉 對 認真啦 妳剛剛對的那個聲音 好像是哪來的幽魂 對 對 真的 怎麼摘... 好,我們等一下煎起來就知道了 這個摘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它很容易生氣 對 因為它其實... 它是整個衣服在我們的墓穴上面 對 那因為它是全開口 假設說如果你沒有小心一點的話 它會整塊... 對,就掉下來 所以我們在摘的時候 妳摘一次 對 大概就是在最根部的部分 像這個就把它弄開一點 最根部這樣往下扳就可以 對 就這樣往下扳就可以 對 這樣子是OK的 它其實不是把它連根拔起來 它其實是...OK 這可以摘了嗎 對,都可以摘 它都是熟的 麻煩壓住 整個都要... 整個都要 因為它其實是一陣多 唉唷 嗯 超標準的 唉唷 可以來當... 咕嚕了 真的嗎 真的 哇賽,好好好 它可以擺一起沒關係 可以擺一起 好 我現在手上呢 有雞肉 有牛肉 你信嗎 說真的沒吃到 我什麼都不信 摘 先摘下來再說 對,都摘 黑美人菇又名黑豪菇 是來自日本的新品種菇 一般市場比較不容易看到 黑美人菇的質地細膩 香氣濃郁 乾煎就可以吃到牛肉滋味 也有菇界雙醬肉之稱 許多原先不愛吃菇的人 一吃到黑美人菇 就成為他的忠實粉絲 有了雞肉和牛肉 這菇界的海鮮 會是何方神聖呢 想像一下... 它是鮑魚... 它是鮑魚 你... 你... 這個是鮑魚 它長得就不像鮑魚 等一下 你要嘛 也... 也讓我覺得它長得像鮑魚 它沒有... 它海味的話 如果說硬要說它是海味 我告訴你它是什麼好不好 珊瑚 但是這裡面有一個... 說不上來 不一樣的味道 它有點像... 黑魚仔的味 真的是有點海的味道 黑魚仔是烏魚子的味道耶 還是是有誰把鞋脫掉了 是嗎 有... 有一點... 它裡面有一個... 有一個不一樣的... 跟剛剛這些... 清香型的... 清爽的... 感覺不太一樣 但你知道它有一個很美輪美奂的名字 什麼名字 它叫做紫色的紫雲菇 就它看起來比較紫色而已 對啊 就是它小寶寶的型 真的耶 有點紫蘭紫蘭的 就是黑青啦 對 它小時候長這樣耶 對 但是它為什麼長大了 都會變這樣 它其實顏色就分辨了 就代表說這個已經熟了 但它要到這麼大才能摘吧 對 從這個... 長到這樣子 一天... 我就知道 因為菌其實是長很快的 很快 香菇的生長速度快 只要在對的季節 會緊密大一村的暴風成長 紫蘭菇又稱為小鮑魚菇 也是日本引進的品種 北台灣大概只有這裡才看得到 韋婷說紫蘭菇的口感爽脆 具有獨特的甜味 簡單水煮就很好吃 而接下來香菇 聽說我跟它很熟 為什麼我只要走到木耳 我就有一種 就是想上廁所的感覺 你是...開始攪動了嗎 對啊 我這樣黑木耳對我超有用的 我就是現在有一種感覺 我跟你講 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什麼 你該不會告訴我說它吃起來 有大象的味道吧 台灣第一點 有大象的味道吧 大象在哪招啊 對啊 它就長得很像大象啊 象耳耶 你看 這個耳朵 很恐怖耶 有沒有 連血管都... 這也太大朵了吧 對啊 我剛剛摸了才知道 黑木耳上面有一層粉耶 對 那是包子粉 喔 包子粉 嗯 救我... 它掉下來了 它掉下來了 它是包子粉 對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一般在吃到的黑木耳 它是已經洗過的了 泡水 要泡水 為什麼要泡水 因為其實 不是為什麼要泡水 是因為木耳它本身是一個海綿體 然後你給它多少水 它就吸多少 泡水以後它會變... 它會漲大 漲多少 嗯...大概有三倍 變三倍 對 真的嗎 真的啊 會再漲大 厚度呢 厚度會更厚 嗯 因為都是水分啊 好 這裡要摘 摘下來 摘 好 怎麼摘 就是用虎口抓住 你會發現就是我的種植方式跟別人不太一樣 怎麼說 因為我是一個太空包只長一朵 其實它真的是一朵的概念 一個太空包只長一朵 對 這是蘇蕊 那其他的 其他的會 太空包會長成什麼 它就會把這個頭全部割掉 然後大小朵會重生 欸 我跟你講 它長得不像花 你知道它像什麼嗎 什麼 它像個領結一樣 你講得好像耶 欸 嗨 請問一下要吃什麼嗎 請問一下 我可以幫你切一個牛排嗎 但它是香菇喔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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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再來我快去 坐落於大溪山上的養護場 除了空氣品質好 加上天然的山泉水灌溉 成立十年來 韋庭始終堅持全有機種植 而這份堅持的背後 是為了當初生病的父親 因為了解黑木耳對身體有益 韋庭開始少量種植 一邊種菇一邊陪伴父親抗骸 而種植的有機菇 也從入門的黑木耳 到現在的山珍海味 將近十種的特殊品項 山珍海味 做什麼做披薩嗎 對啊 哎唷 那我先吃這個 妳說是雞肉對不對 我真的不相信 小心燙啊 超成功的耶 好 那我拿一個小塊 小鹹香 你真的很強耶 好厲害喔 吃個吃吃看 我先吃了好不好 試試看 你覺得吃起來有像雞肉嗎 像雞肉耶 對吧 QQ的 太扯了吧 當它咬下去還是 你咬到香菇 它會有點 OK 它是香菇 它那個味覺有一點 嗯 有雞胸肉的那種 骨粒的 蛋白質感覺 嗯 喔 很好吃耶 在日本吃菇 是一種流行的飲食生活 大家稱之為菌活 所謂菌活 指的是在 每日飲食中 攝取可食用的菌類 以健康的方式變得更美麗 更有活力的活動 而菇類就是菌活的最佳食材 一起吃菇 攝取好菌 美麗健康 原來這麼簡單 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完了今天的节目有没有什么获得呢 如果有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